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恐龙的巧克力食丸 这里面的恐龙有三种模型 分别是三角龙、霸王龙、还有剑龙 那制作这一款食丸需要用到微波炉 这里面还有六种不同的背景籽 那我们会抽到哪一种恐龙还有哪一种背景籽呢? 制作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杯子还有一个勺子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材料包还有模具吧 这是黑色的巧克力 这是恐龙的模具 那这是什么恐龙呢?你们知道吗? 这里面有两包巧克力 背景籽是蓝天白云还有绿色的草地 里面还有一只鳄鱼还有两只恐龙 这是我们的杯子还有勺子 让我们首先来把巧克力融化吧 在融化巧克力之前我们要先把巧克力弄碎 这样子才会比较方便融化 接下来就是要把巧克力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分钟 融化之后的巧克力里面还有固体的部分 我们用勺子把它搅匀 搅到完全是糊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留入到模具里面 好多巧克力啊 看上去很美味呢 巧克力已经全部倒到模具里面了 接下来是要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 这样子我们的恐龙巧克力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做得怎么样 恐龙尾巴还有脚步的地方有一些快要脱出来了 那没关系 让我们轻轻的把巧克力从模具里面压出来 压的时候又轻轻的压不然容易碎哦 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我们要把恐龙组装起来 那组装也非常的简单 组装好之后我们可以这样子玩 这只恐龙好像是在喝水 小猪巧克力也要来玩这只恐龙 看上去好好玩啊 我们还有给大家介绍一只恐龙的变形蛋 这是什么恐龙呢?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那你们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恐龙吗? 它和我们的巧克力恐龙很像呢 是不是? 小猪佩奇也来了 原来乔治在和恐龙玩呢 噢 扑好了 这时候有一只霸王龙出现了 乔治看到了霸王龙 好可怕呀 赶紧躲到了恐龙后面 正当霸王龙想要伤害小猪佩奇的时候 剑龙冲了上来 它勇敢地和霸王龙作战 哎呀 好硬啊 剑龙用坚硬的甲板把霸王龙撞倒了 佩奇谢谢剑龙保护了他和乔治 剑龙说不客气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死丸和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